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砸出一个洞了 不是 尽管我完全都不知道 但我真的是觉得有点 我作为个人民群众之一 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香港再这样下去就不行 你看那个新闻里讲的 他们是为了阻止什么立法会 审议第二天的一个什么法案 不是 不是 那个也没有说第二天 对 结果都没搞清楚 人家当天立法会根本就没有审议这个议程 而且就是不是说不暴力吗 怎么又搞起砸玻璃来了呢 没人知道 因为你看到不仅是说 一般没有参与的人 觉得不太对 人里面的很多参与运动里面的人 也在反对 也出来说我们不赞成 甚至阻止 阻止出来阻止被他们拉开 被他们拉开 对 我看泛民的一只张超雄 他就站在那里 就阻止学生 搞不清楚这些学生到底 是哪一些人 是不是学生 是怎么样的情况 再都搞不清楚 那些就是民主派的那些议员 他们也出来谴责 就是说但如果这个事情是 的确是示威的人里面做的话 这标志的事情的性 这叫事情的性质 正在起变化 因为之前一直是在讲 是一个非暴力的一个抗议活动 我就是说别的这事我都不懂 可是我过去作为大陆人 我很崇拜的就是香港的法治 也许你们还特别不满意 但是你看到我的眼里 我过去我觉得香港真是守法 是吧 老百姓也守法 警察也守法 当然可能那些学生还对警察不满 在我看来算不错了 对吧 可是你知道这样闹的话 我们也知道 这香港人一跑到深圳就不排队 是吗 对啊 你排队 我根本没去 对 你很多时候是就是 我就觉得很多啊 你看法不则众 对吧 可是如果说你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说原来可以乱来 乱来也未必怎么着 那么那么那么真是香港 这个百年法治啊 我我都很担心呢 不过现在的处理方法 也非常有香港特点 现在不说你这个拆除占领 有什么不对 他就是说这个私人啊 这个小巴公司啊 说影响了我的生意 到法院 法院就想了一个禁制令 说你不可以影响他的生意 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拿掉 然后派了一个叫法院 就有一个叫禁制令 就你不能在这里 然后有一个官名叫直达利 像清代的一个 就来了一个 拿了个法院的东西 填好了 然后在那里解 然后这学生就帮助他们解 就搞变成一个民事纠纷 哎 这是非常非常 这次我还学了好多法治的词 原来香港你看还用一种 是不是晚清的时候下来的 叫直达利 就是法院判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个去执行的人 去拿铁马 拿了那张纸 香港很多那种那个旧社会的用语还在嘛 一般我们叫警察就叫什么 广东话 拆员 拆员 对对对 拿拆嘛 拆员 拆员 你看到路标什么送官救治 是把你交给官府 说什么动不动就找官府 对对送官救治 对对对 这很好玩 这是清代的用语 对 香港是没有武士的这个文字革命 所以呢 叫政务师 原来叫部政师嘛 今天还是叫叫政务师 政务师 这个其实就管管这个 不是今天都有点大陆化了 今天叫政务师师长 过去我记得就叫部政师 部政师 这个官就叫部政师 对 而且你看这直达利 你刚说啊 因为法院颁了禁令嘛 他还要法制还实在 他有经过不同的手续 对对 不是说法院颁了 我就去清藏 另外说清藏已经很好玩 现在不叫清藏 不叫清藏 清理障碍物 很好玩 要文字游戏 人算不算障碍物 障碍物 然后呢 我说那个他还要经过很多手续 包括在报纸要登 让你看得到 甚至呢 要把信送到当事人的手上 其实中间啊 你会晚的时候 现在也是法治啊 在打官司 你来这样 我就说你 你的定义不清楚 你到底说要清那条路啊 你说从几号 是左边还是右边 是左边到右边 还是几号门排到几号门排 官司来往 其实很多法律漏洞 我前一阵子去台北啊 找到李大师李敖嘛 你知道那事情吗 李敖就用这个漏洞 他最近状态怎么样 很好啊 还在弄金红毛嘛 对不得了 还要看到小美女 还上山下山吧 没有山了 还在弹小美女 就伸在嘴上了 反正他那个 以前你知道他弟弟嘛 他弟弟做生意 他弟弟有一个特点 做什么生意都倒台的 最后要迁岁 倒台了迁岁了 跑路跑了去加拿大 然后去了加拿大之后 回到台湾 然后没办法出境 因为迁岁嘛 要去找他哥哥 找李敖 要他帮忙 李敖说我不帮 你就去坐牢也好 什么也好 他说 或说你可以开出租车 赚了钱还给政府就行了 那李敖的弟弟很聪明 他说哥 好啊 我把钱还给国民党政府 那是你最痛恨的国民党 你愿意看到吗 李敖想想说 对 那我帮你吧 后来反映 他用了很多法律的技巧 李敖是不是好像 直到现在都不交税 我不晓得 就好像我是在他节目里听 就是他因为不承认 国民党这个政府 这玩意是个好理由 是吧 我就是 就是在讲啊 当然这个话讲远了 我就是说 香港人 其实真的 我可以给他讲讲 要是这个法 法治乱了 你们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就有这么个例子 那你刚才讲法院的这个直达力 这个这个直达力 你知道我们内地也在 也有法院 对吧 也执行 也执打力 也执打 对 也执行 他有时候会执行一个什么呢 最近出了个事 就是说拍卖 你觉得这个事挺有意思 就比如说这个打官司过程当中 涉及到一些房产 那么房产法院就有这个司法拍卖 对吧 司法拍卖 好 平顶山市的一个市民 花了228万多吧 就是看见一个房子 说不错 拍卖 他买下来了 买下来了之后 过不了 多多多多 过不了多久呢 这个法院就说啊 不算 不算 把钱退给你 说为什么呢 说面积算错了 就大概比如说原来算200平米 现在一算没没没那么小 可能400平米 然后呢 再拍卖 这次拍卖这个就估价就是300万 那么 这个人就不干了 这个人就不干了 你可以看看他拍卖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房子哈 啊 对 我先给你看看车 哎 这也挺有意思 你们先看看这个 就是海关 你知道走私的车 这辆车 我在各位 为大家宣传一下 现在在中国卖了个海关单量的伐墨车拍卖最高成交价 979万 啥车 这是瑞典产的科尼赛格 瑞典产的科尼赛格 听都没听过 家伙呀 采用的 奥特了 我跟你说 你太奥特了 碳纤维外壳 碳纤维啊 超轻型的碳纤维外壳 最高时速可达400公里 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 速度最快的跑车品牌之一 现在中国市场还非常稀少 这个科尼赛格也是给了我钱的 900万 等于四个别墅啊 在开 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平定山的这个法院 拍卖的 这个起拍价变成了300万 就就这个房子 结果人家就说了 说这个司法拍卖 这是个多严肃的事情 你怎么能说怎么着 就怎么着呢 你赔款啊 这应该是有一套规则的 这应该是有一套规则 就算你 你要你搞错了 你返回 但你至少 你前面这个东西 你卖给人家 就赔款嘛 对不对 就很简单 没有有看 因为我看了 大概看了财量 没有看到太 太仔细的部分 比方说合约 有些公司啊 假如 因为法院不算 法院可能是另外 象征了公权力 假如私人机构 这样很差的 我们真的要看清楚 签那些合约 或说它的条款 可能最后有好小 好小的字 小到你根本看不到的 写写说 假如 三个月内可以取消 对在估价上面 发现了几个月内 发现了误差 本公司有权收回这个 可能我乱猜的 可是看起来可能没有嘛 因为有的话 应该有提到 对 可是不管有没有 你法院就不应该 做这种事嘛 你本身有你的身份 有些事情 你私人公司可以做 公权力不能做 身份的问题 那个墨西哥跟中国 签了个高铁的合约 签好了 没过多久 说作废 那有这样的事情吗 那应该也要赔钱吧 至少 对不对 对 国际法庭怎么不替咱们 管完整事呢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说明你看 咱们即便是这个个别法院吧 这还是个县法院啊 那难怪 就是宝峰县法院的 就是这种 宪法也就可以这样 那秋菊打官司怎么办 这就是我对我国国情的认识 香港人民 那地方到底在哪里啊 我看材料的时候 我心里最大的感觉 200多万挺便宜的 你看他的想法我就猜到他了 我是不可能去买嘛 有这样法院 可是要想到我们香港人真的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00多万是什么概念 文涛我们都懂 对不对 一个洗手间 没有洗手间 对你的豪宅是一个洗手间 可是你还是买到房子 可是你去九龙城区 九龙城区买到一个大概 20个平米的一个房子 好像没有了 许多平米一个房子 那就是这种概念 200多人民币 好的房子下面的一个车位 对啊对啊 所以哇 看到那么大 我觉得算了有这么大一栋的房子 去接受一些法院控制也好 买家会训练一下 300万拍卖 我接牌 对对对 这哪年了地方 在平顶山啊 有高铁吗 没高铁不能住 平顶山 这就是说 这个咱们即便是法院 这个县法院 宝峰县法院 都说后悔就后悔 说悔 我发现 所以现在依法治国嘛 要现在不是说 我看到那个依法治国里面 大道理我不看 但很多很具体的 我觉得很好的 就是关于法院 是专业人士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吗 法官不是官吗 很多人 老百姓心里也觉得 法官是官 他们自己也觉得 我们是干部 但是法官应该是专业人士 当然同时你也可以是干部 对不对 但是你首先是要专业人士 所以法官要是没有受过 不要没有读过政法大学 没有受过专业的政法的 这个司法学院 比方说他本来是公安局办行政的 或者是派出所的 啪一下去做了法官 带了专政 他说我占尊机关里面的内调 可是不一样的职业嘛 那这条是法官的专业化 另外 现在不是说有巡视法庭吗 嗯 就是说有的 有的就是中央会有一些法庭 会到各个区各个省 这有些案子 你省里面解决不了 尤其是省里面 假如说你 你的第一把手 对这个事情有意见 那没法动啊 就靠一些巡视 这是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我我自己学了一点啊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 要想以法治国呀 需要对一个事啊 叫程序正义 嗯 的特别的注意 因为啊 要不说原来胡适说的对 什么民主与法治啊 他就说啊 那是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就说 你不要以为他 他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相关 现在你看我周围有一些 优国优民的朋友啊 我现在发现呢 他们越来越接近一种认识 就是佛家有一个概念呢 叫做共业 就是把中国的问题 不管是过去 还是现在 还是将来啊 单纯归功于 或者归罪于 某一个个人 对对 是太简单了 对 他是共业所成 对对 就是说你每一个人 你比如说 我我举个例子 好比 好比说啊 我们要那个 比如说拍一个节目 对吧 拍一个节目 那么好像 那么我可能 我让我的一个同事 人家要投资 是吧 比如说我嘱咐他 我说你跟人家说 我们的这个预算啊 没有包括这个租机器的钱 结果呢 他就忘了 很多时候就叙里糊涂 他就忘了 就跟人家说 就这么多钱 最后人家就答应了 好 我如果责怪他呢 他可能会跟我讲 他说啊 人家就最多 就出这么多钱 我说没说这件事情 人家最多 只肯出这么多钱 所以无所谓 我就是跟他讲 我说 你不能因为这个结果都一样 我现在给你检讨的是 这个程序正义的问题 你又没有说 我跟你说的问题是 你这样你以后能进步吗 我跟你说清楚了 你有没有不折不扣的 跟人家讲 咱们要检讨的是这个环节 但是你看 我们周围的人经常是 他这个思维是 只要结果都一样 那过程中 我有什么所谓 这个太普遍 现在很多人啊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说什么话的时候 说实在话 我们自己都会想一个 有结果吗 要是没结果 我们就不说了 其实有些时候 如果人人都这样想的话 那个事情就会很糟糕 我们学校里的程序是什么 我们学校里 我平常有时候也很烦 比方说 我们的老师上课啊 好不好啊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学生给老师打分 最后我们决定 这个老师能不能升职 能不能升教授 或者要不要吵他 全靠这个学生的分数 那学校里就也觉得 这个大家都不满意 那怎么办呢 就想出一个方法说 那可不可以 我们去听老师的课 请另外的人去 对老师的这个 就别的老师 来对他下个判断呢 啊 规则很多的 程序很多的 你要听一个老师的课 你必须要组成 你要谁去听 你自己的head 你自己旁边的戏 要全力要分开 更重要的 要是懂这个专业 你知道不是说 你他上语言学的课 我跑去听 我没法判断啊 有很多很烦的程序 但是你说到底 这些程序有用吧 还是有用 还是必要 要不然的话 老师上课说 随便什么人 用人进来 然后他根本没资格 上这个课的 完了以后 他来给我打个分 说他上的课 我听不懂 他上的课 在批评德国 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 所以我觉得 程序的东西啊 做的时候怕烦 但是不要怕烦 长远来说 还是有用的 你程序 跟我的共业 这个概念感兴趣 因为说是共业 可是怎么样 解开叫共业了 共业了 到最后还是个人 因为你一定要 假如用佛家的概念 还是修行 你修行 拖出轮回等等 那因为很难讲 你一讲共业 比方说在 内地也好 香港也好 你开车 有时候违规 我经常听朋友说 我不能不违规啊 我不违规 他也违规啊 我不违规 我开不了啊 你看那个人违规 堵住什么什么 那正正是这样想的话 那个共业才会出现 假如你觉得 OK 别人怎么样违规 我不管什么共业 我走我的路 对 那最后这是解开啊 你不能怎么说 我觉得讲的太有道理 被警察抓住 你不能说 共业啊 不能给我罚单啊 所以这里边 佛家里又讲了 共业里头有不共业 就是说 这个共业所成 又不共业 比方说 这个世界大难到来了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死了 你活了呢 因为你念佛了 他们没念 你不共业 咱们亲爱的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我们河北最近有出了个奇葩 实际那天节目里咱们讲到 名字就奇葩 叫超群 而且马年 马超群 这个字可以概括这一年 马年超群出现了很多奇葩的事情 对 这马超群 你知道这个马超群就说明了 我认为他的问题跟咱们刚才谈的有关 他是个所谓的九品芝麻官 他是个北戴河那边的一个供水公司的总经理 这算国企也算 那这小官付处级的 可是他叫小官聚贪 他家里就搜出1.2亿的人民币 37公斤的黄金 67套房产的手续就这马超群 而且你知道这个小官 他很多级别高的官听到 真是听不下去了 他不嫌妒死了 他不嫌妒 什么叫官本位吗 根本没有造级别办事吗 对 就是说你一个小官 咱那天说了 河南旗县一个地方停电的事 他就这 你说一个自来水公司的一个总经理 然后到那个澡堂子 公共浴池是洗澡的 蒸汽蒙蒙之中 大概跟那个搓澡工 搓澡工可能伺候的有点不太周到 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人看不清 你没穿衣服怎么知道你是谁 对不对 好 待会儿等我穿上衣服 让你知道我是谁 过了过了一会儿再来四个人 停水 雨池给你停水 你说 他说你 真的 就停水吗 就像电戏一样 就是停水 你说那边洗澡 停水 这跟上次拉电这个有的一比吗 对 就有的一比啊 所以他这个自来水公司 这个老员工就是说 说我们自来水公司 那都是马超群的水啊 水到哪 马超群就到哪 你要接水吗 你要接水 比如说一个酒店 你要接自来水了 你说香港人怎么想象 你办一酒店自来水要接水了 给三百万 而且你知道 刚才咱说的是 这个河南这法院拍卖 还带后悔的 对吧 马超群所会都带后悔的 开头要三百万 人家给了 这个给了 回想想觉得 太少了 回五百万 坐地起价 就讨五百万 最后这个公司逼的没辙了 你知道吧 所以你也不能太狠 这个公司呢 就装了窃听器 给他录下来了 就把他举报了 所以在香港 你光是问 你知道我是谁吗 这样已经会出麻烦 前去年吧 有个局长吧 不晓得申请什么 办什么手续 他不晓得什么理由 他放下自己一张名片而已 我的名片在那边 已经被媒体炒作报导 我不应该说炒作了 报导签出来 然后他又出来充分说明 当时是什么情况 因为急还是懒惰 没有停表 可是对于介绍你 办理这个事情的人 已经有压力了 你给我一张名片 什么什么局长干什么 你是给我压力 香港 我一直在想的 刚才你讲的那个画面 听着就是一个找到 一个乌某某 一个男人没穿衣服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想一想 这个画面 然后我给你停水 我再给你看几个画面 你再看几个画面 这是我们北戴河 北戴河长途汽车站 因为跟马超群条件没谈拢 至今没通自来水 汽车站最后弄了两个大罐子 储水 你在看这边 这个你看河北省高客 条件没摊拢 汽车旁边放着水缸 夏天接雨水用 后来自己打了警 他让我们回到了原始社会 马超群 而且这马超群 最后狂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有投诉 就逮他的时候 他的脑袋流血了 为什么 给那个特警啊 拿枪托打了一下 为什么 可是为什么呢 因为怕他有枪 你知道吗 后来他的这个亲戚里边 确实发现有枪 然后呢 去的时候 给他出示这个法庭文书啊 还没展开呢 马超群 叉叉叉叉叉 害死那个粉碎 这么厉害 狂的狠 那应该有后台 他办公室里有 他跟那个领导人的合影 谁来了 你说你看 你看 我让谁死 谁谁死 新西兰湖北没有一个好 河北 我们这 黄斗线 河北这种男人不能嫁 所以我要祸害你们香港 对对对对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你别以为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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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